江南的冬景 郁达夫 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 总都到围炉主名 或吃宣洋肉 包花生米 印白干的滋味 而有地炉暖炕凳设备的人家 不管它们外面是雪深几尺 或风大若雷 而躲在屋里过活的两三个月的生活 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的一段折居意境 老年人不必说 就是顶喜欢活动的小孩子们 总也是个个在怀恋的 因为当着中间 有的萝卜 雅尔梨 等水果的咸食 还有大年夜 正月初一元宵 等热闹的节期 但在江南 可有不同 冬至过后 大江以南的树叶 也不至于脱离 也不至于拖近 寒风 西北风 老翁小孩儿就又可以上门前的戏地里 去坐着铺被谈天 在江南的最会节际 但对于江南的东景 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下夜的一种特殊情调 说的摩登节 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 我也曾到过敏月 在那里过冬天 和暖 圆极和暖 有时候到了阴历的年边 说不定 还不得不拿出沙山来着 走过野人的梨落 更还看得见许多杂七杂八的秋花 一番震雨雷鸣过后 凉冷一点 至多也只好换上一件假衣 在敏月之间 皮袍棉袄是绝对用不着的 这一种极难的气候异状 并不是我说的江南的东景 只能叫它做南国的长春 是春或秋的延长 江南的地质风雨而润泽 所以含得住热气 养得住植物 婴儿长江一带 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 红石也有时候会保持住 三个月以上的生命 像前塘江两岸的乌旧树 则红叶落后 还有雪白的旧子 捉在枝头 一点一从 用照相机照将出来 可以乱梅花之针 草色顶多成了褶色 根边总带点绿意 非但野火烧不尽 就是寒风也吹不倒的 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 你一个人啃上冬郊去走走 则青天碧落之下 你不但赶不到 碎石的宿上 并且还可以保觉着一种 莫名其妙的含蓄 在那里的生气 若是冬天来了 春天也总马上会来的 诗人的名句 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 最容易体会得出 说起了寒郊的散步 实在是江南的冬日 所给予江南居住者的 一种特异的恩惠 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 生长的人 是中他的一生 也绝不会有享受 这一种轻浮的机会的 我不知道德国的冬天 比起我们江浙来如何 但从许多作家的 喜欢以散步一词 来做他们的创造题目的 一点看来 大约是德国南部地方 四季的变迁 总也和我们的江南 差仿不多 譬如说十九世纪的 那位乡土诗人 落在阁吧 他用这一个散步 做题目的文章 尤其写得多 而所写的情境 却又是大半 可以拿到中国江浙的 山区地方 来适用的 江南河港交流 且又地滨大海 湖沼特多 故空气里 食寒水分 到的冬天 不时也会下着微雨 而这微雨 寒村里的冬陵景象 又是一种 说不出的悠闲境界 你试想想 秋收过后 河流边三五家人家 会聚在一道的 一个小村子里 门队长桥 窗林远赴 这中间 又多是树枝 茶叶的杂木树林 在这一幅 冬日农村的图上 再撒上一层 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 加上一层淡的 即不沉默的背景 你说还够不够悠闲 若再要点紧致进去 则门前可以搏一只 乌棚小船 茅屋里可以添几个 喧哗的酒客 天垂暮了 还可以加一味红黄 在茅屋窗中 画上一圈 暗示着灯光的月韵 人到了这一个境界 自然会得胸襟洒脱起来 终至于得诗巨王 生死不问了 我们总该还记得 唐朝那位诗人做的 《沐雨萧萧江上村》的 一首绝句吧 诗人到此 连对陆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 这不是江南东景的迷人 又是什么 一提到雨 也就必然地要想到雪 晚来天遇雪 能饮亦卑无 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 寒沙梅影露 微雪九乡村 则雪月梅的冬霄三友 汇合在一道 再调戏九姑娘了 柴门文犬沸 风雪夜归人 是江南雪夜 更生人静后的景况 前村深雪里 昨夜一枝开 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村童 来报告村景了 诗人的诗句 也许不仅是在江南所写 而作这几句诗的诗人 也许不仅是江南人 但假了这几句诗 来描写江南的雪景 岂不直截了当 比我这一支鱼猎的笔 所写的散文更美丽得多 有几年在江南 在江南也许会没有雨 没有雪地过一个冬 到了春间阴历的正月底 或二月初再冷一冷 下一点春雪的 去年的冬天是如此 今年的冬天 恐怕也不得不然 以节气推算起来 大约太冷的日子 将在1936年的二月尽头 最多也总不过是 七八天的样子 像这样的冬天 乡下人叫做旱冬 对于卖的收成 或者好些 但是人口却要受到损伤 旱的久了 白猴 流行性感冒等疾病 自然容易上身 可是想自已享受江南的冬景的人 在这一种冬天 倒只会得到快活一点 因为情和的日子多了 让郊外去闲步逍遥的机会 自然也多 日本人叫做徒步旅行 德国人 德国人叫做散步狂者 所最欢迎的 也就是这样的冬天 窗外的天气 晴朗的像晚秋一样 清空的高爽 日光的洋溢 隐幼的 身影在房间里坐不住 空眼不如实践 这一种无聊的杂文 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 还是拿起手杖 割下纸笔 上湖上散散步吧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